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根据美国移民局当局的最新数据 2022年10月以来的6个月里 从拉丁美洲穿越雨林徒步润进美国的中国人人数达到6500多人 创下历史新高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倍多 周五 路透社在美墨边境跟随中国的偷渡大军 采访了一对母女以及他们的同行者九死一生的故事 调查中还发现他们大多数人是从抖音上获取走线攻略 然后变卖家产依照攻略走线进入美国 报道中说 吴丽华的旅程始于他在抖音上看到了走线这个常见的热字标签 该标签是指提醒移民如何通过非正规渠道跨越拉丁美洲 前往美国的方式也被称为美丽国之路 当这位单身母亲和他5岁的女儿在4月2日深夜被美国边境巡逻队 在美墨边境附近的一条路上逮捕时 吴丽华说 他曾经依靠社交媒体获取详细的旅行指南 包括穿什么鞋 以及如何找到可靠的当地导游并支付其费用 在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偏远的边境地带进行为期三周的摄影和报道过程中 路透社目睹了数百名中国移民越境进入美国 并采访了数十人 所有接触采访的人都表示 他们得到了通过陆路前往美国的想法是通过社交媒体获得的 并且利用了一些网红视频 微信群里的留言计划他们的旅行 大约一半的人表示 他们在中国是小企业主 有人拥有在线商店 有人经营养养场或开办电影制作公司 还有一些人说他们是基督徒 感觉在中国无法自由地信仰他们的宗教 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数据 2022年10月至今年4月间 在美墨边境被拘留的中国公民人数超过6500人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5倍以上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 中国人是这个6个月中增长最快的人口群体 吴女士表示 在她的生意崩溃之前 她曾经考虑过移民 以逃脱她作为未婚单身母亲所经历的歧视 她决定离开中国 是在去年10月11月和12月的清零封锁期间确定下来的 清零政策摧毁了她在义乌经营的在线化妆品批发业务 疫情控制措施限制了快递投送 吴女士说 她的销售额从大约600万人民币暴跌至100万 吴女士最初考虑获得美国旅游签证并逾期滞留 但旅行代理告诉她 作为单身母亲 她不太可能获得美国签证 如果他们担心回到中国会受到迫害 持有旅游签证或非法越境的中国人 可以在抵达美国时申请政治庇护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 来自中国的避难申请者 在美国移民法庭上获胜的比例为58% 吴丽华在浏览社交媒体时 偶然发现了一个叫保仔的网红 她在抖音、西瓜视频、油管和推特上发布 有关她润进美国的视频 保仔原本的账号 保仔独自冒险闯世界 因违反社区自律规定 而在抖音上显示为一屏币 她现在在抖音上用新账号发布 与她在美国的生活相关的内容 吴丽华说 她卖掉了自己的二手宝马 并向家人和朋友借了约1万元人民币 她和女儿飞往俄瓜多尔 在那里 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 并根据她在抖音上找到的建议 在俄瓜多尔接种了黄热病疫苗 在前往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交界处的热带丛林 也就是被称为达连山口的地区之前 这是一个好主意 在俄瓜多尔首都基督的诊所里 吴丽华遇到了一群与当地的哥伦比亚 向导取得联系的中国人 该向导的名字是卡罗斯或卡罗斯 吴女士说 她在中国是一个网络名人 吴女士和其他几位移民说 卡罗斯及其同伙收取每位成年人 约1230美元 和每个孩子约700美元的费用 以安排从俄瓜多尔到巴拿马的旅行和住宿 包括徒步穿越达连峡谷的导游的费用 吴丽华说 旅途的一部分可以提供丛林帐篷和马匹 但需要额外费用 路透社发现 其他社交媒体账户 以中文提供越境美墨边境的建议 一个名为李嘎嘎的推特账户 以4月7日发布推文称 成功翻越美墨边境墙的人 在地图上标出美墨边境巡逻队员的位置 并向移民提供如何向他们投降的建议 李嘎嘎表示 他在经历37天的旅程后 成功转进美国 现在在纽约市 李嘎嘎发推说 我只被移民局关了三天三夜后就被释放了 我很幸运 因为最近的边境政策一直很好 这篇报道中的所有照片 都是路透社采访记者在现场拍摄的照片 下面我们再看几幅 2023年4月10日 来自中国的移民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弗龙顿 从墨西哥穿越 里奥格兰德河进入美国后 向边境巡逻人员投降 并聚集在一起 2023年4月2日 一名边境巡逻队特工 拿着一个手工制作的标语 上面写着民主自由 这是来自中国的移民 向巡逻特工队自首时举起的标语 2023年4月3日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弗龙顿 一名来自中国的移民妇女 将她的物品放在塑料袋中 供边境巡逻人员检查 2023年4月7日 一家人来自中国 他们身份不明 在向边境巡逻人员投降后 坐在一辆运输车上 这是2023年4月1日 一名来自中国的妇女 在边境巡逻集结区 照顾她的女儿 2023年4月1日 一名来自中国的移民祖母 在边境巡逻集结区 协助更换一名三个月大的婴儿的尿布 这么小的孩子和父母穿越热带雨林 遭了多少罪啊 还是那句话 走路线是一个非常危险和艰难的过程 虽然从去年王群润进美国后 我们听到了更多成功的故事 不过每一个经历都充满了危险和挫折 有位美国网友在推特上评论这篇报道说 谁认为逃离中国 前往美国的人数增加 是因为美国在衰落 而中国在崛起 是啊 这些走路线的人流和当年的逃港潮非常相似 这种历史死循环 难道是中国人的宿命吗 自从李强在任职中国总理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试图平息企业家的焦虑情绪后 中国对商界表示出了矛盾的信号 一边支持着外国企业向中国投资 一边向外国企业施加更多的压力 在上周间谍法被改之后 中国又进一步限制海外访问涉及企业信息的各种数据库 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说 中国正在围绕其经济信息建立一个黑盒子 这令全球企业和投资者感到担忧 在习近平强调国家安全的推动下 近几个月来 当局限制或完全切断了外界与涉及企业注册信息 专利、招标采购文件、学术期刊和官方统计年件等各种数据库的访问 近日最引人关注的是 总部位于上海的万德信公司 是全球分析师和投资者在国内外广泛使用的 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关键数据库之一 该公司的数据来源正在枯竭 这让人感到非常担忧 随着中国通过修订反间谍法来扩大所谓外部威胁的打击范围 许多外国智库、研究公司和其他非金融实体发现 他们无法续订万德的订阅 万德称这是合规问题 一位万德的服务代表在邮件回复中表示 想要继续签合同的客户需要联系他们的客户经理 这位代表没有进一步说明原因 这些信息限制的收紧正值中国方面推行一项运动 对跨国公司依赖的西方管理咨询公司、审计师和其他服务提供商 进行审查和施压 以评估对中国的风险 据曾与中国官方进行过粗商的商业高管说 这种双滚旗下的做法是北京方面的一项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帮助共产党加强控制全球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与分析 他们还表示这也是一种基本上将中国与外部影响隔离的努力 这一推动背后的原因是 习近平越来越坚信 西方特别是美国 对中国共产党的掌权构成了生存威胁 习近平在上周强调了 更好的协调发展和安全的需要 这种党内语数被普遍解释为一个信号 既抵于外部威胁比拥抱外资更为重要 这些政策让已经在应对投资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的外国企业和投资者感到不安 这一努力出现在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需要更多企业情报 来应对中国日益复杂的商业环境之际 一个在中国投资了30多年的风险投资家表示 政府让了解中国变得更加困难 这必然会使中国市场对资本的吸引力降低 特别是对于长期承诺的投资 加剧的美中关系已经导致许多公司高管开始考虑将一些业务迁出中国或减少在中国的风险 上周五 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团体美国商会在一份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声明中 特别指出了 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勇于风险评估的专业服务公司进行加强监管的问题 并警告称 这一行动极大的增加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当前的举措表明 中国政府认为外国企业过于依赖中国而无法轻易离开 但最近的调查也表示 越来越多的美欧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时 正在将重心转向其他国家 报道有一个句子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这个信息黑盒子变得更黑了 如果外国企业失去了对于中国商业界的信息 那么向中国投资在某种程度更像是风险更高的渡国 虽然政府嘴上说着要纳入外国投资 不过他们的行动只能让我们觉得 他们根本不希望与外国企业合作 大家说 没有了外国企业的中国会是怎样的一个结局 外国企业被中国政府折腾得够呛 国内企业就更不用说了 二十大后 习近平就开始对王岐山的金融帝国开始整肃 《纽约时报》列出了今年头四个月 中国金融界被抓的大老名单 报道说 多年来习近平一直在抨击国内资本行业 但最近随着习近平和中共寻求巩固 对这一关键经济领域的控制 所谓的金融反腐运动进入了高潮 银行和保险行业的众多名人也被卷入其中 中国负责反腐败的官员 曾在今年二月警告银行家 将严肃查处顽顾党对金融工作领导的人 他们要求金融行业的主管们接受党的价值观 不要效仿其所谓的西方违金前论 除了加强纪律 中国还对国内的金融监管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革 并向国有金融机构派驻纪检监察组 习近平及其副手们正在利用反腐案件 迫使金融系统保持对党的忠诚 中国监管机构称 他们在2022年全年处罚银行保险机构4620家 比上一年高出19% 同时处罚责任人员7561人次 比上一年高出26% 中纪委以及国家检查委员会的信息显示 自今年年初以来 已经有数十名中国金融业高管和高级官员被调查或受处分 以下是今年深陷法网的一些知名人士和公司 4月份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理刘迪 因涉嫌职务犯罪正在接受调查 同一个月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李小鹏 因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 3月份 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 行长刘连葛正在接受中国最高反腐机构的调查 刘兰格已经在今年2月被免去中国银行党委书记的职务 同一天 监管机构透露 该行和其他四家金融机构已因上述违规行为被罚款 自年初以来 中国银行至少有四名高管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 2月份 中国的检察官对田惠宇提起诉讼 指控他收贿 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 检方还指控田惠宇 循私舞弊滥用职权 导致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同一个月 华兴资本的包反也被抓捕 包反的失踪 向金融业发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 表明 政府打击商业精英的范围之广 中国媒体报道称 包反被有关部门带走了 是为了协助调查其公司的一名前高管 1月份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原党委书记 理事长周高雄被指控 以权谋私 涉嫌受贿等罪名 他在今年1月被开除党籍 也被取消了相应退休待遇 这是中国整治村镇银行的继续 河南去年曾发声村镇银行 拒绝让储户取款的丑闻 引发了抗议浪潮 独裁政府在该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需要强行限制经济以及所有企业 以防中产和私营业主因为繁荣而获得过多的政治权利 习近平已经不再掩盖他开倒车的努力了 问题是他的加速倒车到底会走到什么时候 观众朋友们你们说呢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图片环节 习近平曾经在参观一大会址时端详过一个茶杯 结果茶杯就被装进了玻璃展柜一共展览 习近平只不过端详过 都没喝过的杯子都会被封起来 以后是不是他呼吸过的空气都需要拿塑料袋留着呢 看见茶杯可以进博物馆 端详过的马桶当然也不例外 如果有朝一日习近平真的用了别人的一个马桶 到时候是不是都舍不得让他冲啊 这位网友转发了一个从内蒙古中学小卖部里 买回来的台湾腊肠卤肉包 商家在包装上添加了一句 有实力就打扁台湾 网友笑着说 可是我第一眼只看到腊肠这两个字 有网友曾经说过 中国所谓的法律就是个玩笑 4月28日 有微博网友晒出一张法院门口的通知 其中写道 律师来办理相关事务时 不要把法律规定挂在嘴边 法院不是当事人 不需要你谱法 推特网友说 曾经的死科派律师 试图用法律维护法治 思维江先生 普志强先生等等 谱写了中国法典 叫做没办法 现在我们进入本欄目的网友互动活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用哪些有才的评论 史长虹回应了中国主旋律电影说 很多这类电影是单位出钱组织包场去看 政治任务 CXB说 从票房和网络评价来得出这个结论是很不准确的 要知道 中国是可以发动所有学生和政府 起事业单位的员工去观看这部电影 网络评价也是可以由政府雇用的水军来做出的 金来章说 中国的宣传电影总喜欢宏大叙述 例如《流浪地球》《战狼2》等 他们总是忽略了普通人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 反而强调领导是多么重要 这很中国 风铃评论了推荐继续与中国合作的英国官员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钱也能让英国外相和其他政客推磨 节目最后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首先我们来看看 中医把做轮椅病人当场治好的奇迹时刻 推着网友评论说 原来赵本山的小品 卖拐大忽悠都是有生活原型的 以前有网友说过 当官的都想尝尝做总书记的滋味 在这个视频里 一帮小学生用美好的声音 欢迎他们的竹县县尾书记 推着网友说 贵国真是贵国 你不贵自己心里不踏实 你不贵伟大的领导不开心 你想直起身子说话 很有嫌疑 你要颠覆国家 最后我们来看看 一位小粉红大战台湾大妈 素质立马见高低 蔡英文是最垃圾的 你们要跟中国人走 我跟你讲 我们是出来玩的 不谈这个 我谈这个了 大家都是好人 好 对 网友回应 想要炒赢一个聪明的人 是很困难的 但是想要炒赢一个智障 根本不可能 台湾妈妈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不多说了 美国热搜建立了一个 Telegram的电报群 名字叫 美国热搜网友爆料交流群 我们把加入该群的link 放到里描述区里和制定留言中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加入 给我们爆料你们身边的新闻 另外 也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 加入美国之音的官方电报群 今天的美国热搜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